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节课程 我们第二节的课程呢 主要介绍一下安卓HEL的体系结构和设计思想 本节课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HEL在安卓整个系统中的体系结构所处的这个位置 第二节课我们介绍一下HEL的这个设计思想 第三节课我们看一下安卓的系统是如何来实现这个HEL机制的 最后一节是我们这个客户作业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 在整个安卓的这个体系结构中 HEL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这张图可能大家会在网上经常看到 最下面是Linux的这个Kernel层 里面是各种设备的这个驱动 然后在客户层之上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HEL层 叫Hardware Abstract Layer硬件抽象层 在硬件抽象层之上呢 是一个Native层 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的功能的一些库 还有我们的这个Android Runtime这个虚拟机这个东西 然后再上层呢就是这个Framework层 它就这些地方呢就是这个用Java代码写的 里面有我们主要的一些比如说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Package之类的 最上面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就是应用层 所以说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个HEL层啊 它其实是和这个Kernel层紧密相连的 处于Kernel层之上 相当于Kernel和这个Native层之间的一个接口 好 这是HEL层在整个安卓系统架构中的体系位置 体系统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看第二节 第二个小节 HEL的设计思想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需要这个HEL 我们知道安卓系统是根据Linux系统来的 那传统的Linux呢 对硬件操作上 基本上都是在Linux的这个内核驱动空间就完成了 内核空间完成了 那现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把对硬件的操作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HEL 一个是Linux驱动的 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安卓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系统 各种各样的这种硬件厂商和各种的手机厂商都会使用这个系统 这样的话为了制定在硬件上操作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接口 他定义了这个HEL的框架 这样的话呢 不同的硬件厂商和我们这个手机开发的这个厂商 以移植人员就按照这个HEL提供的这个接口进行开发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产生一些混乱 在底层上就不会产生一些混乱 有利于这个安卓系统的这种发展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从这个商业上来看 很多硬件厂商都不希望把自己硬件的一些核心的算法公开出去 这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核心技术 比如说华为的这种双摄像头技术 这里面就需要很强大的一些算法 他们独有的一些算法技术 这种东西是厂商是不愿意公布出去的 如果呢 把自己的驱动程序全部放在那盒驱动来实现呢 因为安卓是遵循这个GPR这个协议的 所以说就必须要开源了 这样的话跟厂商的利益就有冲突 所以说那个有了这个HEL层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核心的这种算法放在HEL层 编成这种动态的这种库 编成库文件 这样的话呢 就不违背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 这样的话对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一个保护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安卓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厂商的这个支持 这是这里面HEL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么HEL 他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 首先从两方面来说 针对每种硬件实现HEL接口上层的这种应用啊 就GNi层的代码 一般都是通过 加载我们对应设备的这个动态库的方式 然后调用HEL层的这个接口代码和硬件性通讯 它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使用了这个C元的这个结构体继承的这个技巧 来实现面向对象中语言继承的概念 因为C元呢 它是没有这种继承的概念 只有一个struct的这种结构体 它就巧妙的使用了这个结构体的这种继承的一个技巧 好 这就是第二节 它这个HEL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思想 然后我们看第三节 HEL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在安卓系统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路径 主要就在这两个目录下面 这是系统的文件 Hardware,Live,Hardware,Include 这个是头文件 这个是实现的.c文件 我们可以先来浏览一下这两个文件 就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在LiveHardware目录下面 我们看一下当前这个目录下面的那些文件 有一个Include 稍等一下 把这个图往上调一下 看不到下面的命令吗 这里 L include Hardware 我们看到 在这个目录下面有很多头文件 这都是一些 比如说Audio模块 蓝牙模块 Camera这个模块 他们定义的 HEL层的头文件 系统的文件呢 就是这个 Hardware.h 然后它的实现文件在哪里呢 实现文件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 LiveHardware LiveHardware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Hardware.c文件 那具体的其他模块的实现文件呢 这里面有个Module的目录 我们看到Module这个目录下面 有很多文件夹 一个模块的实现 就会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 比如说这里有NFC Audio Camera的实现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文件 这是这两个文件大概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继续 然后这两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它主要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 它有三个关键的这种数据变量和结构 第一个就是HardwareModule.t 这个结构呢 主要就是描述一下 模块的一些属性 它主要有三个属性 第一个就是ID 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每一个模块 每一个Module是一个唯一的 内容也是唯一的 一般它们俩相同 相等就可以了 它的第三个属性呢 是下面第二个结构体 HardwareModuleMethod 这么一个指针 第二个HardwareModuleMethod T这么一个结构变量 它主要呢 就是有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open的函数 open的函数呢 我们看一下它传入的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Module的指针 就第一个Struct的指针 第二个就是 要打开模块的这么一个ID 第三个呢 就是返回参数 就是返回的这个device 这个指针 这个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的这个结构体 HardwareDeviceT 这个呢 它的主要属性呢 就是有一个closed的一个函数 相对于关闭 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 指向Module的一个指针 好 看完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能有点乱 因为这三个结构体 感觉是互相指 每个结构体里面都有一个指针 来指向另外一个结构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步呢 我们下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它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我们要自己定义一个Hair层 它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呢 我们要定义一个 自XXXModuleT 这么一个结构体 它的第一个属性呢 就是HardwareModuleT的这么一个 对象 变量 然后除此之外 可以定义一些额外的自己的一些属性 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 自己的这么一个 ModuleMethod的这么一个结构体 在这里面呢 主要就是实现了这个Open函数 第三步呢 我们就是定义了一个 HardwareDevice-T 这么一个结构体 它的第一个属性呢 就是HardwareDevice-T 这个结构体里面 有一个Close的函数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再定义一些 我们自己要实现的一些功能函数 第四步呢 就是要定义一个 XXHardwareModuleID 这么一个字符传变量 这个呢 就是每个模块 唯一的一个名称的一个变量 最后一步 要创建一个名字为 HardwareModuleInforSystem 这是一个字符传 的这么一个 结构体的变量 Module的这个结构体 这么一个变量 这个结构体就是我们第一步定义的 这个结构体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晕 不着急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步 看看他如何来调用的整个过程 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我们看一下 从第四步来说 就是说获取这个Module和Device 对象的这么一个方法 首先呢 会使用HardwareModule这么一个函数 传入目标Hail的一个ID 这个ID就是定义的唯一的一个字符传ID 然后呢 他就会根据这个ID 拼装成一个字符传的一个路径 在系统对应的目录下面 寻找这个Module对应的SO文件 就是这个动态库文件 完了之后呢 就使用这个DLOpen 动态加载的这么函数 打开对应的SO文件 最后 然后再使用这个DL Fimble 这个加载符号表中的这么一个 注意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定义的 这个名称为这个的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把这个对象 XXHardwareModuleT的这个对象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对象返回 返回给调用者 调用者拿到这个对象之后呢 就会再调用这个ModuleMethods里面的Open函数 来获得对应的HardwareDevice-T的这么一个对象 最后一步 我们拿到Device-T了 对吧 因为在上面我们看到 Device-T呢 它主要是有一个 Close的一个函数 如果我们要自己定义的话 有一个 除了这个Device-T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会在这个结构里面定义一些 其他的真正实现功能的这个函数 所以说拿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功能函数了 到这一步 基本上这个调用的这个过程就算结束了 这个就是整个这样的流程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代码 因为看这个图 还不是特别的清晰 首先我们结合代码说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HardwareModule-T 这么一个对象 它里边的这个变量 我们看一下 它里边属性 第一个是tag 这个不是很重要 然后一个APIVersion 然后主要的就是ID Name和HardwareMethod-T 这个变量 然后呢 Method-T这个结构体里面 就是有这么一个open函数 它传入的就是这个module ID返回的就是device的函数 这个指针 结构体的指针 最后一个就是device-T 这个结构体 我们看到它里边有一个module的指针 然后一个close的函数 这个是它的头文件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Hardware 它在实现的一些方法 一般呢 都会先调用这个HardwaregetModule的这个函数 传入ID 这个是作为一个返回参数 就返回这个module 然后它呢 就会继续调用HardwaregetModuleByClass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操作 这一步呢 它就是会根据这个classID 把这个路径拼装到这个name里面 拼装到name里面呢 接下来呢 就会去 这个不同的这个 去查找这个对应的这个SO文件 查找对应的SO文件呢 然后找到之后呢 就会调用load函数 来把这个动态库文件给它load进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load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load函数呢 首先 它就会根据这个pass 传入的这个pass 来使用这个dlopen 打开这个动态空文件 得到一个这个handle的一个对象 一个指针 然后打开之后呢 我们注意看这里啊 这里就是使用这个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然后使用在这个符号表里中 使用dls symbol 在符号表中去查找 它对应的这个符号的 这个结构体 然后找到之后 把它强制转换成 hardwaremodule-t的指针 就是hardwaremoduleinterface 这么一个变量 完了之后呢 这部找到之后呢 就算完成了 它就会把这个hardwaremodule-t 这个hardwaremoduleinterface 这个对象 传作指针 返回回去 你看到 对吧 就返回了 如果出错了 这就会把它close掉 这样的话 它整个流程 从这个调用这块 就算走通了 就算走通了 这种方式啊 就是说通过传入一个函数 一个指针 并且把这个指针复值 然后再返回 这种是C语言常用的一种方式 获取返回值的一种方式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调用流程 就讲解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如果没有理解的 如果没有理解的呢 大家可以下去啊 反复的把这两个文件看一下 因为代码也不是很多 结构逻辑结构 逻辑也比较清晰 比较清晰 简单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作业 作业呢 就是说 自己画一个 获取和释放 一个module的流程图 好的 今天我们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